第十二章 扫描与显示 多位的七段数码管和键盘都是单面机系统中常用的外设 比如图中所示的一个时钟 它有多位七段数码管进行时间的显示 也使用了键盘对时间的设置进行输入 所以本章就来看一看单面机系统中两个比较实用的外设 多位七段数码管的显示和键盘的扫描技术 前面的章节我们已经了解了单面机 通过7447电路对两位七段数码管进行驱动的实例 这里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对多位七段数码管 也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七段数码管 采用动态扫描的方法进行显示 如图中的这个电路锁是单片机的P2.0到2.3 与7447一码器相连 而7447的一码器输出 与四位七段数码管 SD0到SD3的量段控制端相连 并且我们看到每一位七段数码管量段控制端都是并联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单片机的P2.0到P2.3口输出0110 那么在四位七段数码管 SD0到SD3上都会显示数字6 在电路图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四位七段数码管的共阳端 分别被三极管开关控制着 而这些三极管开关又被单片机的P0.0至P0.3控制 我们把这四个控制线称为未选线 B0,B1,B2,B3 这个未选线控制着三极管开关是否闭合 假设B0等于1的时候 也就是单片机的P0.0口输出1 则第一位七段数码管SD0供阳端上的三极管开关导通 这样SD0也就获得了电流而发光 此时显示的数字就由单片机的P2.0至P2.3口来决定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在SD0被唯一选通 而其他三位七段数码管由于没有被选通 因此不会工作也就不会发光显示数字 在SD0被选通以后 由于P2.3口上的数据为0000001 经过7447的一码以后 也就会在七段数码管SD0上显示1 而其他的七段数码管不亮 接着我们让P0口等于00000010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七段数码管SD1被唯一选通 而其余的发光二极管不被选通 然后我们在P2口输出数据00000010 这样通过7447的一码以后 在七段数码管SD1上就显示了数字2 再接下来 我们让P0口等于000000100 而P2口等于00000011 此时七段数码管SD2被唯一选通 并且显示数据3 最后一步 我们再让P0等于00001000 而P2等于000000100 这时七段数码管SD3被唯一选通 并且显示数字4 我们看到刚才这个一次点亮四位七段数码管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在0.1秒内完成这四位七段数码管的一次点亮 这样由于人眼的视觉暂流原理 就会造成多位七段数码管同时点亮显示各自数字的假象 如果刚才我们的点亮过程在0.1秒内完成 就能在这四位七段数码管上同时看到数字1234 好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七段数码管的动态扫描以后 我们来归纳一下 动态扫描概括起来其实就是选通一位送一位的数据 采用动态扫描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 由于在扫描每一位七段数码管时时间都很短 我们在扫描过程中要保证每一位七段数码管都能得到足够的工作电流 从而能够确保亮度 通常在电路中的线流电阻取值为20到100欧米 第二点 在选通下一位七段数码管时 应当把上一位熄灭 然后再把下一位显示数据送出 这样可以防止在上一位七段数码管上出现残影 第三点 根据人眼的视觉暂流原理 我们要保证点亮一遍所有七段数码管的时间小于0.1秒 为了获得更好的显示效果 我们一般会取点亮一遍所有七段数码管的时间小于60毫秒 我们来看一下动态扫描的程序 首先控制每一位七段数码管都有四行指令 如图中所示 假设在第一行向P0.0口送出的是未选数据 也就是我们要选通点亮哪一支七段数码管由第一行的向P0.0口载入立极数来实现 而第二行紧接的是把显示数据由P2口输出 第三行进行的是延时一毫秒的操作 最后一行这个语操作实现把所有的七段数码管熄灭 防止残影的出现 按照这样的四行写程序的方法 我们依次把每一位七段数码管都进行点亮 点亮完一遍多位七段数码管的时间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应该尽量小于0.1秒或者在60毫秒为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关键盘扫描的问题 键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输入外设 如图中所示 是一个小键盘的电路板和外观 简单的小键盘一般由四行四列按钮组成 如图中所示 从结构上看键盘实际上就是一个 由多个按钮开关有机连接形成的功能器件 键盘一般都通过数据线 与单片机的IO口相连 这16个按键呢 以4乘4的组合形成一个阵列 我们看图中的这个电路图 是键盘的电路结构图 可以使用单片机的P2.0至P2.3作为航线 而P2.4至P2.7作为列线 与这个开关阵列相连 每个开关 也就是键盘的每个按键 跨接在某一行与某一列之间 比如我们看到按键盘一 它实际上把地零行和地零列 跨接在了一起 此时如果按键被按下 则对应的行与列短路 也就是说当我们按下按键一时 行和列短路 这样单片机的P2.0和2.4就会短路 所以只要检测行与列是否短路 我们就可以判断对应的按键 是否被按下 关于键盘的按键判断 我们还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为了确保上一次的按键 已经释放 我们需要一次性把零输出到所有的行上 也就是图中所示的 把零从P2.0至P2.3口输出 这样我们再检测所有的列 也就是检测P2.4至P2.7 直到全部列都出现1 表明所有的按键已经释放 程序在延时片刻 再进行等待检测新一次的按键按下 第二个要注意的问题是 为了检测是否有按键被按下 所有的列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循环扫描 直到其中一列检测到零 当检测到某一个按键按下以后 等待20毫秒 进行的是等待按键释放 之后呢 又开始对所有的列进行扫描 这样的做法有两个好处 一是保证检测到的确实是按键被按下而不是噪音或干扰 二是通过20毫秒 防止长按下某一按键时被误认为是多次按下的操作 第三点为了能定位是哪一行的按键被按下 一次指某一行输出零 并扫描检测所有的列 如果发现所有的列都是一 这意味着并不是该行的按键被按下 于是向下一行输出零 并扫描检测所有的列 直到找出出现零的列为止 为了最终确定是哪一个按钮被按下 依次把列的状态可以放到近位标志C中进行判断 当找到某列为零 就将对应数据表中的键值取出即可 当找到按键按下所在的行 就把这个行数作为查表操作的起始地址 程序数据表中保存的就是按键对应的字翼 或者叫做键值 键值可以是数字 也可以是字母等 这一节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常用的外设 称为发光二极管点阵 我们在商场或车站里 常常看到一些大屏幕显示器 这些大屏幕显示器其实都是由发光二极管点阵器件构成的 一般的一个发光二极管点阵 由八行八列独立的发光二极管组成 所以我们能在器件的正面看到有64个白色的圆点 每个圆点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这些发光二极管可以通过背面的管角控制点亮 显示器也就是通过对点亮发光二极管的组合实现的 我们举一个显示数据的例子 比如我们要在八成八的发光二极管点阵上 分别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图中所示的这些点亮的示意 比如H我们就把发光二极管点阵的第二列全部点亮 还有倒数第二列也点亮 并把第四行中的第二到倒数第二列之间的发光二极管点亮 这样也就形成了字母H 而点亮发光二极管显示中文古字的方法也是类似的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发光二极管点阵通过打点的形式 把要显示的数据在发光二极管点阵器件上 依次的显示出来 发光二极管点阵的每一个发光二极管 在行列的焦点上 如图中所示 所以只要行列之间通过电流 则焦点处的发光二极管就会发光 比如图中所示的这个示意图 在列P05和行 P2.2之间如果有电流通过 则图中高亮的这个发光二极管被点亮 这样如果我们要在发光二极管点阵上 显示字母h 则需要点亮的焦点上的发光二极管 为P2.0 P0.6 P2.0 P0.1 P2.1 P0.6 P2.1 P0.1 等等 如果我们把点亮的发光二极管 用1来代表 熄灭的用0来代表 就可以得到字母h的编码 我们看这个示意图 比如从左向右进行编码 发光二极管点阵的第一行 编码为01000010 我们看到点亮的位上为1 而熄灭的位上为0 所以第一行的编码就是01000010 也就是42h 第二行也一样 也是01000010 也是42h 第三行也是一样的 而第四行呢 因为是h中间的那一个横线 所以点亮的是中间的六支发光二极管 所以编码为01111 也就是71h 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可以把h的编码用16进制表示为 4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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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42h 如果发光二极管点阵与单片机的IO口相连 我们只要从IO口依次输出这些编码 就能够在发光二极管点阵上看到显示的字母h 按照这样的思路 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就设计一个发光二极管点阵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 如图中所示 P0口经过八支三极管进行驱动 当P0口的某一位输出1的时候则对应的三极管导通 点阵对应的列上出现高电瓶 而点阵的行由单片机的P2口通过飞门7404进行驱动 当P2口的某一位输出1时 经过飞门以后对应行上出现低电瓶 这样当P0口某一位输出1 P2口某位输出1 则对应的行列焦点上的发光二极管将会被点亮 我们举例来说 比如在单片机的P0.0口上我们输出1 则这支三极管导通 在最后一行上出现了高电瓶 然后我们在单片机的P2.0口上也输出1 则经过飞门以后在点阵的第一行上出现低电瓶 于是点阵的最右上角的这支发光二极管获得了工作电流 从而被点亮 如果我们把字母的编码设计好了以后 就可以把这些编码保存在一个数据表里 比如刚才字母黑取的编码4242 4271 4242 4242和42 就可以保存在数据表中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前面介绍的查表指令 movca.at a加dptr指令 进行数据的提取以及显示了 在本书的程序12-4中 一开始start程序段清评并初始化一些寄存器 后面的scanwrote程序段 选通发光二极管点阵的某一行 然后再由scancolumn程序段将该行的显示数据 从刚才保存好的数据表中提取 并从P0口输出显示 clear程序段进行的是清评并判断 是否已将八个显示数据显示完成 如果需要显示的数据有许多字母或者是数字 都可以把它们的编码依次放到table这个数据表中 然后对程序12-4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以了 我们在实际当中会使用到更多的 发光二极管点阵器件来构成一个巨大的屏幕 特别是在中文或者是图形显示的时候呢 点阵的数量越多 则屏幕的表现能力越强 但是发光二极管点阵越多 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控制程序就会越复杂 拿图中的这个电路图所示 它由八个发光二极管点阵与单片机连接 这八个发光二极管点阵两两成行也就形成了四列的排列形式 所以屏幕的点阵为16乘32个点 也就是16行32列共512个点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行使用的是三极管进行开关控制 每一列使用的是一码器对点阵进行驱动 今天使用的最多的显示器恐怕就是液晶屏了 随着这几年技术的革新 液晶屏可以做得非常便宜 再加上它的低功耗显示信息丰富等特点 使它在电子产品中被广泛的使用 字符液晶屏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液晶屏 图中所示是一款16乘2的字符液晶屏 16乘2表示该液晶屏每行最多可以显示16个字符 并且能显示两行 显示的字符可以是英文的大小姐字母 也可以是数字 或者是标点符号 常用符号等等 如图中在显示区域中的内容 就是英文字符 也有等号 还有数字 液晶屏的控制 与前面我们介绍的 七段数码管有本质的不同 液晶屏中 都有一个一个的点阵块 组成 比如图中所示的一个20乘4的字符液晶屏 每行可以显示20个字符 最多显示4行 而每个字符的显示 都是由点阵块实现的 所以20乘4 液晶屏共有80个点阵块 液晶屏的控制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它具有 控制与数据管角 这些管角可以方便的 与单片机接口 从而灵活的显示各种信息 我们拿一个16乘2的字符型液晶屏来说 我们看到图中 这个是16乘2字符型液晶屏的电路符号 我们看到它的每一个管角都与单片机的IO口直接相连 接下来我们分别对这个液晶屏的一些管角进行一下学习 首先 管角一和二是VCC和VSS 这是液晶屏的电源端 使用正五符给它供电 液晶屏就可以工作 第三管角呢 是VEE 这是液晶屏的驱动电源 该管角的电瓶决定了液晶屏的对比度 通常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图中所示的电位器 来调整VEE管角的电瓶 从而调整液晶屏的对比度 第四管角呢 是RS 它是命令数据选择线 它的管角状态决定了 我们输入液晶屏 DB0到DB7数据总线上的信号 是命令还是显示数据 当RS等于0时 DB0到DB7的信号 视为命令 当RS等于1时 DB0到DB7上的信号 则视为显示数据 液晶屏的第五管角 是RW管角 它是读写控制线 控制 从液晶屏读数据 还是向液晶屏写数据 当WR等于0时 为写数据 当WR等于1时 为读数据 第六管角 是液晶屏的 使能控制端E 该管角呢 控制液晶屏从数据 总线上DB0到DB7 将数据读入液晶屏 当该管角上的 电瓶由1向0变化时 数据就会被读入 而DB0到DB7呢 就是数据总线 在液晶屏的7到14管角 这8位数据总线 也就是单片机 可以向液晶屏送入的命令 或数据的通道 最后呢就是15 16管角 它们是液晶屏的 背光供电端 通常我们看到液晶屏 都会发光 这样在夜晚的时候 我们也能看清楚 液晶屏上的显示数据 这都有赖于 背光提供的光源 所以15 16管角 给它供上电源 就能够点亮液晶屏的背光 了解过液晶屏的 每一个管角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字符液晶屏 控制的时候 有哪些命令 单片机需要 向液晶屏 输出一些显示设置命令 然后再输出显示数据 比如在单片机 向液晶屏 输出显示设置命令的时候 它的RS端应当清零 当设置完成以后 需要使RS管角置一 然后再向液晶屏输 显示数据 同时呢 RW管角也接低电屏 表明呢 是向液晶屏写数据 而液晶屏接收数据 就从DB0到DB7管角输入 当RS管角和RW管角设置 妥当以后 执行对E管角清零 就会在E管角上 形成一个由高向低的跳变 正是这个跳变使得命令 或者数据 从总线DB0到DB7 进入液晶屏 我们看图中所示的这个表 是16x2字符型液晶屏的一些命令 比如它有清屏 命令的执行代码为01H 还有一些比如光标的操作等等 这些丰富的命令使得我们 在操作液晶屏的时候 可以非常灵活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实例 看一看液晶屏是如何被单片机操作 显示所要显示的数据的 我们这个实例当中 要显示的数据是Hello World 我们将让液晶屏 在第一行显示Hello 都号 在第二行显示World感叹号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程序是如何实现这个显示功能的 首先在一开始呢 我们使用为指令Bit 把三个变量Rs Rw和E 分别指向单片机的三个IO口 这三个IO口 P3.3 P3.4 和P3.5呢 在硬件电路图上 我们看到与单片机的Rs Rw和E端是相连的 这样在程序中我们对Rs Rw和E这三个变量的操作 也就是对液晶屏的Rs Rw和E的操作 好我们定义好了这些操作位以后 在Start程序段 首先呢我们要命令液晶屏进行显示前的一些设置 这些设置包括了清屏 然后设定显示两行内容 然后打开显示打开光标 然后显示过程光标右移 然后有光标来到液晶屏第一行的开头 还有液晶屏来到第二行的开头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第一行Move指令 我们把01从P1口输出 这样01是清屏指令的代码 从P1口输出以后 液晶屏的数据总线DB0到DB7上就出现了这个清屏的指令代码 然后我们调用load load这个指程序呢 就是一个命令装载指程序 把刚才我们从P1口输出的01这个命令呢 写入液晶屏 清零完成了以后 接着的Move指令把38从P1口输出 对液晶屏的显示进行设置 我们要显示两行内容 还是调用指程序把这一个执行代码写入液晶屏 接下来像P1输出的是0F 这样就打开了显示打开光标 使得光标进行闪烁 还是调指程序把命令写入 接下来下的命令是06H 也就是光标右移 然后再有的命令是80H 这使得光标来到液晶屏第一行的开头 好通过刚才这一段程序 设置液晶屏的参数以后 我们将使用指令 movedptr 逗号警号table下横线1 这个指令进行装表 而table下横线1 这个表就是我们要显示的数据的第一行 Hello 等会我们会在程序的最后看到 当我们完成装表的操作以后 调用指程序Display 就把液晶屏显示数据所要的操作 进行了执行 执行过后 就可以使得Hello的数据 显示在液晶屏的第一行 然后我们再通过move指令 让光标回到第二行的开头 再进行第二行数据的装表 还使用的还是move指令 我们把table下横线2 这个数据表中的数据 也就是液晶屏要显示的第二行数据word 装入了dptr指针中 然后还是调显示子程序 这样通过这几行程序 就把保存在数据表中的显示数据 hello world 从液晶屏的数据总线上输出 液晶屏也就显示了hello world 这个显示数据 好 这几个子程序 是刚才进行液晶屏设置和显示的程序 我们看到load这个程序段中 有几个清零操作和制翼的操作 使得液晶屏的控制命令得以成功的写入 在Display这个程序段中呢 也是通过一些操作 让液晶屏能够正确的显示数据 还有一个子程序是send下横线data 这一段将实现把显示数据从单片机的p1口送出 并对一些控制位比如rsrwe等进行操作 最后我们来看到显示数据hello和world分别保存在 程序的最后也就是两个数据表里头 这两个数据表呢都使用了88h作为结束的标志 这样我们在组程序中调用数据表时可以判断 如果取到88h的表明数据表的内容取完 数据表table下横线1和table下横线2中放置的都是字符串 我们看到在放置字符串的时候 需要使用单引号把它扩起来 这样在汇编的过程中汇编器会自动的把每一个字符 也就是比如字母h e ll o 这些一个个的字母呢转换成相应的ask 并以16进之数的形式保存在下载到单片机的数据表里头 而各种字符的ask 可以参考本书的附录机 在附录机里我们可以找到hello world 这两个单词所组成的字母的ask 比如h为48h e小写字母e是65h l小写字母l是6ch等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更为显示能力强大的液晶屏 是图形点阵液晶屏 图形点阵液晶屏较字符液晶屏的显示能力更胜一筹 它除了能显示文字标点符号以外 还能显示各种图形 比如图中所示的两个显示实例 显示了许多丰富的图像信息 一般图形点阵液晶屏有比较大的尺寸 比如图中所示的128x64点阵液晶屏 它每行有128个点 共有64列 所以整屏共有8192个点 可以显示一些较为复杂的信息 虽然图形点阵液晶屏有非常强大的显示功能 但是从图中的电路图可以看到 它与单片机的接口却非常简单 也是数据线与控制线直接与单片机的IO口相连 我们分别的对图形点阵液晶屏的管角稍微介绍一下 与字符屏一样 它的VCC VSS为电源供电端 VEE为液晶屏的对比度调整控制端 然后它的第四管角DI是一个命令数据选择线 它的状态决定了数据总线DB0到DB7上的数据 是命令还是显示数据 当这一位DI等于0时 DB0到DB7上的信号视为命令 当DI等于1时 DB0到DB7的信号则视为显示数据 它的第五管角2W是读写控制线 这以字符屏也是一样的 第六管角呢是使能控制端 控制的液晶屏从数据总线DB0到DB7上把数据读入 DB0到DB7也就是7到14管角 就是图形点阵液晶屏的数据总线 由于图形点阵液晶屏一般尺寸比较大 所以为了显示的方便设计了两个管角CS1和CS2 是液晶屏的1516管角分别控制液晶屏左右屏的显示选择 比如当CS1等于0时 液晶屏的左半边显示 当CS2等于0时 液晶屏的右半边显示 17管角是负位管角 而18管角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可以对液晶屏的对比度进行调整 还有就是1920管角的背光供电端 我们在操作图形点阵液晶屏的时候 我们在操作图形点阵液晶屏是相似的 也是对数据总线DB0到DB7分成下命令和写数据两个步骤 比如128×64点阵液晶屏 它有书中表12-2所示的若干个命令 在命令之后的程序12-7是128×64点阵液晶屏的程序例子 我们如果运行这个程序将会在液晶屏上看到电路飞翔服务电子爱好者3w.circuitfly.com的字样 我们在购买不同品牌的液晶屏时 它的命令格式管角可能与本利有所不同 但大体上是一致的 所以在购买具体的产品时可以向商家索取技术手册 在这个手册里通常都会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单片机与它的接口方式 还有它的示例程序如何使用这个液晶屏等等 在本章的应用体验环节我们设计了一个电子时钟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单片机制作项目 我们看到在图中所示的proteas纺织电路里头 这个时钟由6位组成 所以可以显示10分秒 同时为了增加复杂度 还增加了三个按钮 这三个按钮可以对10分秒进行调整 开机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0时0分0秒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三个按钮 调整到实际的时间 运行起来以后 就会看到这个时钟 按照每秒进行正常的计时检视 好的 我们打开光盘中的proteas文件夹 在其中的12.5节这个文件夹下 有一个clock文件 我们双击 好打开本章的仿真电路 这样我们还是双击单片机 加载电子时钟的执行代码 方法跟前面一样 这个执行代码文件clock 也在同一个文件夹下 我们双击打开它 单击OK 然后我们执行仿真 好很快我们就看到 数字显示在了液晶屏上 好的我们看到电子时钟的秒针正在跳动 每过一秒显示数据更新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仿真电路中有三个按钮 分别对秒分时进行调整 比如现在是晚上的22点 我们单击hour 这一个按钮 就可以看到每单击一次 小时为进行加一的变化 我们一直往下调整 我们一直往下调整 可以调整到所需的当前时间 比如我们调整到晚上的22点 可以多次的按下 这三个按钮调整到所需要的时间 比如我们把分针调整成10分钟 再接着往下按下10 这个调整按钮 好的 这样我们就把电子时钟调整到了当前的时间为晚上的22点10分 秒针还是在继续的跳动 好的我们通过这个仿真实例看到单片机驱动液晶屏显示了当前的时间 并且呢结合按钮开关对电子时钟的计时进行调整 好本章的应用体验就了解到这里 好在本章的最后实力解读中 我们对一个带汉字字库的液晶屏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我们知道前面介绍的几种液晶屏都没有显示汉字的功能 我们除了使用图形点真液晶屏进行打点的方式显示汉字以外 就没有更好的显示汉字的方法了 但是使用图形点真液晶屏来显示汉字有一个问题 就是汉字的编码比较复杂 需要保存在单片机的存储器中 这样就会占用很大的空间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许多国内的液晶屏厂商开发了带汉字字库的液晶屏 在这种液晶屏里呢 已经自带了一个存储器 存储器里头预先固化了汉字 包括简体和繁体 标点符号以及日文等编码 比如图中所示的128x64的带汉字字库的液晶屏 它内置有8192个16x16点阵的汉字 和128个16x8点阵的ASKMA字符 所以该屏可以显示四行汉字 每行最多显示8个 这种液晶屏可以非常方便的与单片机接口 与普通的字符液晶屏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显示汉字 在使用带汉字字库的液晶屏显示汉字的时候 在购买产品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表 这个表里头呢 就说明了每一个汉字的编码 比如图中所示的这个字库表的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比如字符R 这个汉字R它的编码为B0A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B0A1这个编码保存在程序的数据表里 调用在叶晶屏显示过程中调用这个数据表中的数据 那么液晶屏就会自动的从它的存储器中找到B0A1的这个显示数据 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字符R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字符包 这个汉字包字 它的编码 它的编码为B0FC 所以如果我们把B0FC保存在程序的数据表里 调用的时候液晶屏就会自动的显示包这个汉字了 我们看到本章介绍的几种显示器以及键盘扫描的方法 都是单面积系统开发中非常常用的外设 我们对它们学习可以在实际的单面积系统开发中获得更好的系统效果 放转 斩 呀 我